大家看這一攤 東西超多的 有陽光 有陽光 有顏色 這裡有蔬菜 買菜拜馬爺公 這感覺還蠻好吃的 這感覺不錯耶 大家好 我是白媽 今天主要就是來中國城這邊走走逛逛 然後分享在中國城新年2024年的現況給大家囉 現在要走進市場裡面了 這裡是一個早市 大概下午三點左右就會開始收攤了 在早上的時候啊 這邊會有賣很多的生鮮或者是乾貨 但如果在過年的時候 他們也會賣比較有過年味道的東西 像這一個他就把它做成一組這樣子賣 大家可以看看這邊的年貨跟台灣有沒有很像 這個是桂菜 有的是它的粉跟桂菜是混在一起 有些是分開 裡面是桂菜餡 尛尾跟桂菜餡 桂菜表明 rice 沒收到來就inhos了嗎 有的款式會 Drop along 裡面存檔的配音 爪就是裡面的內餡的意思囉 嘗子 1公斤2.20泰銖 這兩人買給 86 這家店的名字是 Druids 港式的點心 這個沒吃過耶 這個應該是月餅 燒賣就有好多口味喔 還有包子跟肉掌 菊花茶35泰豬 咖啡是70泰豬 他們的種類好多喔 也有腸粉 還有蝦餃 跟其他的等等的 哇好多喔 這裡有榨春捲 還有一些榨物這樣 太多 忍太多 但是對我來說 泰國有一些糕餅、饅頭、包子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偏甜 這家店是賣豆類的產品 有豆腐、豆干等等的 隔壁這家店也是賣點心、炒麵 這個是菜桃粿 還有包子 這家店是 你們熬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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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哥正在走 這裡有一家中式的寺廟 但是裡面是不給拍影片的啦 然後還有各類的飲料啊 藥草汁啊 謝謝 你要計畫 有藥果、有銀茶 有酸梅 酸梅酸酸的 喔椰子 上面是珍珠吧 珍珠的 喔不錯不錯 我要一杯羅漢果好了 一杯 對 我要這種的 因為我要 我沒有走拿 不用不用 不用 二十塊喔 謝謝 我台灣來的 台灣哪裡 台灣南投 好山好水啊 日月潭 中部 中部 有龍眼汁 羅漢果汁 價格大概二十泰銖 起這樣 我要起大早來租耶 謝謝喔 謝謝 這家店也是賣乾貨啊 還有中藥材 這個一包一百 小包的是五十泰銖 也有賣山藥 一百泰銖 在這邊買一些 就是中式料理的一些食材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像乾貨等等的 這邊都可以一次買齊這樣子 如果想喝花茶 也可以來這邊找找喔 這家店的燒賣 好像也蠻有名的 這一家店叫順元 這家店的香料也是蠻有名的 它有賣很多各式香料 尤其是這個胡椒粉 在泰國還蠻多人用這個胡椒粉的 它也有五香粉 也有辣椒粉 我覺得泰國的胡椒粉 跟台灣的味道有一點不太一樣 可能是有一些香料成分的不同吧 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想買乾貨啊 乾料啊 還是這個的話 我覺得這一家店 賣的還蠻多的 他們有自己的產品 在超市啊 也會看得到他們的品牌 這裡有洞陽共的粉啊 綠咖哩粉 一包是二十五泰銖 這裡有賣金幣耶 這是巧克力嗎 這是巧克力 小金袋耶 這邊很多店啊 我都沒吃過 但是我看好多人排隊 應該是口味都不錯這樣 餅乾堆成像一座山一樣 還有賣玩具 這家店就是那種批發的店家 那現在我要過馬路到對面的官地鼓廟 去看看吧 這邊過馬路就講究一個緣分啊 直接往前面直走就到 然後旁邊就會賣一些水果啊等等的 但是水果我覺得價格是比較高一點啊 大家可以看看喔 未來官地鼓廟在這裡啊 我每次經過都不知道這邊有一間廟 這裡有蔬菜 這好酷喔 買菜拜馬爺公美盤二十泰銖 這裡面有生菜 還有空心菜 他這邊都有標號碼 可以按照順序去拜 就不會拜錯了 這一尊是馬將軍爺 這邊有媽祖 官平太子官聖帝君 還有周昌宮 季宮 華光大帝跟文昌帝君 這邊往前走就到批發市場啦 這邊有賣鞋子扇子還有等等的生活物品 大家感興趣可以看我上篇那支影片喔 拜拜 往這邊走是批發市場 那我們就直走 一直直走一直直走 這邊的街邊小吃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我感覺還滿好吃的 感覺不錯耶 菜色不錯 有魚有這種的 哇平時很難看得到耶 有這個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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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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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吃 有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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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稀飯 哇大哥點了好多菜喔 哇感覺不錯耶 謝謝 因為這些菜我平時在生活裡面 比較難可以吃得到 這個是稀飯耶 他用這個大翁來裝 哇好厲害喔 感覺不錯喔 這個是炸菜 我點了一碗粥 炸菜 還有 茄子 這個是魚 有兩盤醬料 一個是豆腐乳 然後一個是醬油 味道的話就是偏中式啦 就不是特別甜那一種的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而且是炸菜 但我想到的家鄉味 而且它的炸菜喔 弄得很軟 就是不是那種硬硬的 就是滷的很入味的那種炸菜 好吃 好吃 但不會太鹹啦 嗯 魚肉也很好吃 就一般的家常菜 但是你吃下去會覺得很溫暖這樣子 然後往這邊走旁邊都是批發市場 這一家是包包的批發 走過來這邊啊 有一家漁標店 就是在路邊這樣 一碗是60到80泰銖 旁邊這裡有飲料店 這個飲料你也可以裝袋子裡面 再經過這裡是咖啡店 人滿多的啦 那我就不進去啦 在巷子尾這邊也有一家店喔 味道超香的 在樹下的街邊料理 這邊的烤肉有雞翅 雞內臟 雞屁股 還有雞疹 你可以連烤肉跟一份糯米配著吃 他們也有賣送當 小吃店的旁邊是大本頭宮廟 經過這裡也可以去拜拜一下喔 走出來這一條街就是松瓦路了 松瓦路這一條路啊 在經過規劃之後 這邊充滿了許多的文創氣息 假日在這邊的泰國年輕人也蠻多的 然後也有一些咖啡店餐廳 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是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走走拍照 這邊拍照的地方還蠻多的 我之前有在過年的時候來過這邊 我覺得這邊的過年氣氛 比我家那邊還要熱鬧 我還蠻喜歡這種 在國外的新年過年的氣氛 這種感覺的 早上就有熱鬧的市集 晚上還有夜市小吃 跟賣一些很多的東西 這種感覺我覺得很特別 歡迎大家也來這邊走走逛逛囉 大家看這一攤 東西超多的 這邊還有賣日麗 最近很多店家都在賣過年的東西 這個好可愛喔 黏黏有魚 這邊還有一個鬍子 哇一個龍耶 你套來吧 你套來吧 兩百五十泰銖 一百五十泰銖 一百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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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顏色 過年的時候衣服都賣得很好 有一些店家一年四季都是賣這個衣服的 這家店也是很多裝飾 好多造型喔 這家生煙每天都好多人在排隊 有生蠔跟生煙螃蟹 謝謝 哈囉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可訂閱我的頻道 買買泰生活 帶大家逛逛泰國的現況啦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我們下支影片見 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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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